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花莲气象站就通报 光复乡大风撑复原气象站 今天上午11点观测到了气温达到37.6度C 全台最高温 光复糖厂吃冰油客民众也跟着暴增 不过下午却又下起了西北雨 民众直说今天的天气像洗三温暖一样 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时节来临 这意味着天气也会逐步升温 即将踏入延年夏日 而今天花莲气象站位在光复大风村三头的复原气象站 今年上午11点就观测到气温高达37.6度全台之坠 光复糖厂吃冰油客也比平日增加了些 极端气候影响天气异常炎热 疫情解封降级再加上即将到来的暑假 台糖光复糖厂对今年的观光产值就相当有信心 今年直到10月100遍 那个15万几千 大热天飙高30几度的 会更多 会更多 应该我们预期 我们自己的预估今年会比比111年的来个数会更多 芒种节气华联中区就飙破高温 不过下午却下起了雷震雨 民众直说今天就像洗三温暖一样 而古人有句芒种厌雨是说 芒种逢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封年 意思是指若在芒种遇到雷雨是好兆头 代表会有丰收的一年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芒种逢雷